我们几个人都饿了 现在怎么带他厨去了 给爸爸 别整丢了 你整丢了的话 那就直接买了 是吧 不行 买吧 可不可以 你不有好多个吗 你老爷也给你买了 你奶奶也给你买了 你给我一个个了 他满月的时候给买的 我姐夫一会儿开车来接我 我姐人 这大猪猪你像谁 像爸爸 你以后去找相夫吧 相夫太累了 以后培养培养我儿子当个足球小将 足球啊 他现在穿的衣服都是比他大两码的 姑姑来接我们来了 吃啥去 今天你小丑子说 请吃大餐 大餐不早说 那你 我不得给你通报发信息了吗 哈哈哈 不让你过来了吗 按多少钱标准请 没有上线啊 没有上线 那可随便划了 对 你看吧 那杨成戏 杨成户大大线都安倍了 那你这台地位比较长了 那是苏州中心卖了 苏州中心 有好的880一位的 1880一位的 这个餐标 韩币啊 没没没没 得那楼 880一位餐标的 嗯 等一下你们想吃啥就吃啥去 太贵了 对 等着三百来块钱就行了 还是以细思手软 哈哈哈哈哈哈 你们怎么要吃880一位的话 我就直接给你买个香脸得了 去 哈哈哈哈哈哈 这儿子 嗯 现在我等到水里面 那你买的 长大了 这笔账给你寄上啊 寄上 这没事 我有的是 我没证啊 说我有的是金 我老爷还给我买大金锁的 不论 对不对 我儿子一坐车呀 就把这纸巾全给撕美了 看见没 让你爸赔哦 按账书赔 还是按包赔 这个我能赔齐姐 哈哈哈一张一包呗 行吗 一张还两张 哈哈哈哈 一张一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再给你加上一个大 那个洗车钱 哈哈哈 哎呀这洗车很贵啊 多少钱呢 这洗车为了100多啊 对吗 给你洗 那我给你洗 哈哈哈 刚才我姐夫说了 苏州中心是苏州最大的商场 这里消费水平高不 还行 看 看个人条件呗是吧 有个人觉得很便宜 嗯 我觉得贵 是 像你们就觉得这里边便宜了 那我也是没钱 那买鸡子都上这里买的 上哪家吃这家 这排队的啊这是 费大厨 辣椒炒肉 真要排到猴年满月 不用 这里的VIP 一会马上上头是吧 姐夫VIP啊 哈哈哈 这个豆腐不错看了是吧 我就挑便宜的点 这菜价实际上跟韩国比的话便宜太多了 是吧 我吃完打包包包包完饭也先点了 行 管够 还回家做饭 三十五块 金子都不挂了直奔饭店来的 那吃完饭再去换就吧 因为厨师两点下班休息一下嘛 是 是 我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再下午四点就在一边去 黑豬肉 这外面都做满了 前面那个就是金鸡壶 外面风景不错呀 还能看这金鸡壶呢 这也属于园区是吧 园区的中心 小小胖也热了 给他吃点饭 这我先用餐了啊 吃饭了 我先用餐了 吃饭了 玉璃 等会吃点辣椒啊 这这这哎呀豆丸呢 来来来 辣椒是跟家里的更热 哎哎哎呀 你好啊 你好你好 哎呀哎呀哎呀 你好啊菜比一下单行各位 这边给你介绍一下 还给家伙啊这个 你好你好 全国销售大王 费大锤来炒肉 请慢用 谢谢 谢谢 嘿嘿嘿 整个挺好啊 还有比的菜 这菜吃半天他也不会凉 你拿下来吧 嗯 第二老菜 三公里的 小姨三公里的 哎呀 好吃 好吃的 嘿嘿嘿 这米饭都是现闷的啊 给他家这环境干净啊 食材新鲜 这是什么 小葱炒 小葱炒 我吃辣椒 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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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椒肉不都一个味吗 那你一个味吗 挺好吃的 这也是辣椒炒肉 那是小小牛肉 这猪肉 你再调整内容 真是不错啊 下饭 慢慢吃的菜还没上来呢 这个鱼炭这挺有食欲啊 鱼炭这也挺有食欲啊 这都快餐这不算请客啊 那那天还得下顿大馆子那他也要请客 这个鱼炭这也挺好吃的 多好啊 口味不错是吧 烹饪吃吧 好吃 炒肉好 等会儿的吃完饭了 我再给你们安买点咖啡呀 饭好成点吗 是都行 今天我家大胖都没少吃 你刚才喝饮料了就那个咖啡不用喝了是 今天这饭菜挺好吃 这鱼炭锅吃了两下 还剩一点啊 吃完饭了 我姐带我们来修筋子来了 我姐我吃完饭上班的 你有啥喜欢你们看一看 我呀 这小费 咱俩结婚今天日不是要多了吗 不买了咱俩就出去吃多个饭晚饭了 买一个吧 不买 我给你买一个 不买 这超过10克的 10克是多少 10克的话现在一克多少钱给你 535的话就535 不买 买一个也行 行了 你老说我不浪漫 没有仪式感 明天咱俩就出去吃顿饭吧 你喜欢这种吗 啊 这是给小孩的金属啊 能修 能修 大概多少啊 啊 要看师傅啊 对 我收到 我带过去一张 师傅修 或者 你们自己去关系这些 嗯 嗯 那我自己去修多少是当年就可以 是的 弄得是吧 对 你自己去这些就是快途 这边就是 呃 我们把这个项链吧 放这儿了 然后过一周以后来取了 第一次在我家小小胖玩旋转木马 我媳妇带着孩子还有我姐他们去排队买面包去了 我找了一个借口和他们分开一会儿啊 因为明天是我跟大胖结婚三周年 她老说我不懂得浪漫 我偷偷的去给她买了一个首饰吧 因为小小胖也把我姐项链拽坏了嘛 我当时就说给她换一条新的有没有喜欢的 但是我姐一直不同意啊 所以就是这次呢 再把她项链也偷偷的给她换个新的 这个店我找了半天呢 我都忘记在哪了 你好 美女 刚才我和我姐来那个看项链了 就是维修的那个 那项链还在吗 在了拿出来 我想置换一下 然后再让你帮我选选一个项链 我准备送人不修了 不修了 好的 还没拿去修 要七天才能修好的 你这个置换怎么换呢 换的话就是出个工费 然后一颗换一颗出工费 多钱呢 它有不一样的 嗯 这边的工费的它一颗都是一百六两百 差不多就这样的 那你帮我推荐一个 跟着比这刻数稍微重一点 嗯 然后样子差不多的 样子差不多的 样子差不多 它仍放完手 人呐 嗯 还行吧 嗯 那你 年龄小 它应该都是年龄小的 你看像这几款 来给你拿 这个 然后还有 来再给你们看看 还有比这重点的吗 刚才这个是多少颗 4.86吧 这有哦 还有这样的 还有这个 这个款式 这边还有小方糖 这种呢 都适合他们带的 哎 这不好看 这样 你还蛮细心的 是比媳妇挑还是 我给我媳妇 我俩结婚三周年纪念日 我媳妇有前面这个坠 嗯 有坠子 有坠子的话 那挑一条单链子就好了呀 你这现在多钱一颗 现在是 优惠过后是535 能长一点 这个长 你戴一下 我看看 练习也长 刚才就是给我们那个准备换项链那个人呢 我们第一次来那个 哦 他休息下班了 啊 这个好像强点 这个他要带一个柱来 带来就到这来了 行 这个几颗的 你帮我算一下费用多少 总共是4274块 行 然后这个我解这个 你就给我换这个吧 好的 他这我得补差价吧 对 这个得补差价 他这有工艺费吗 有 多钱啊 他那个就是 我来看算一下800多块钱 加上他那个5块 他有个4克44克多 买一个5块20加上个837 他这个是860多块钱 工艺费就860 嗯 就是已经换新的总共 他就是加上那个客数了 都算了 我没加客中客中差一点点吗 还没算 客中还没算 那我客中你算一下 一共这个条项链多少钱 大概算一下 1060块钱 大概就这样 这条项链是多少 四千 四千三左右 啊 这个供应费一共加多少 一千多 一千一百块钱左右 行 就这样吧 不满意能换是吧 能换 这个收货很好的 后期每一年可以免费换一次 你这条也是 估计每一年可以免费换一次 五千三百三十九块 好 谢谢啊 嗯 没事 嗯 拜拜 慢走 哎 现在已经买完了 我还得把这东西藏起来呢 不能让他们发现呢 明天给我媳妇一个惊喜 好 我就和你这条项链 先来个人知道 再呢 再来一件一个人就找来啊 我就找来啊 是吧 这条项链链这个问题 我来第一条项链链 没闻得正确的 是吧 就在这条项链链链链链链链 wie吗 谢谢大家